入口 滑嫩 煎一样 粗粗的海米那种特色的香味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海米肉片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 来 中海米洗一下 放上25克 炸锅的时候用油炸一下那味儿才香呢 黄瓜 黄瓜放的要适量 在八几年 九零年之间 这个菜还比较盛行呢 配的料呢 就是黄瓜和胡萝卜 三毫米后的片 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冰箱没有别的肉了 我就用它当肉片了 这个菜选料非常关键 会吃的 选用那个料 就是前板上面那个肉 肥瘦相间那种 都是瘦肉 里面呢 带着那个筋膜 筋膜里夹杂点油花 用那样的肉 厚做的肉也行 现在切成柳叶片 最好是两毫米厚 最好是两毫米厚 最后 这个片一下片 来 这样就可以了 收起来 肉片上下浆 我调这个呢 叫泡水淀粉 这样 看好啊 不要很多啊 这样就行 这些淀粉就可以 不要多 千万别多 十五克 连锁都算上啊 十五克 后加的锁不算啊 我就指的是淀粉 再又加上一勺水 这个就可以了 用手 这么一动 刚刚有那么点热气的意思 看看 把这个肉片这样 撑开 往锅放一下 这就可以了 朋友们 看好 抖了开 往里下 这一个袋 用手碾开 往里下 再往里下 这就能散开 肉片变白 呈现出是片状 别像疙瘩汤似的 那个就是啥呢 温度过高了 你上这个姜 薄了一点厚了一点 总无所谓 上姜的目的你要知道 淀粉在这原料表面 一糊化以后里面的脂水 保存在里面 没有溢出来 这样子子才嫩 看看 现在呢 把这个 配料下锅 肉片一白 就叫啥呢 熟了 叫八成熟 九成熟 不够十成熟 就要下入配料 哎 好了 把地上 洗好的中海米 下锅炸姜 你看看都这样 香味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放入葱姜蒜 去炒 香味主来 烹入黄酒 不要料酒啊 黄酒 味好 再加入醬油 二十克 啊 颜色让它偏重一点才好 这个时候 加入糖 加入白糖 以前啊 变吃出甜 盐 稍多一点 老抽 啊 让这颜色再重上 那么一点点 好了 这就可以 加上味精 忙活 够馅 过这儿要够馅 你看看 挂少子上那个根 啊 哎 这样就行了 现在 下锅炖出来 过去再大点做糖 必须要有材料油 啊 没有材料油 先过来丢一半 材料油 好了 看看颜色 非常地好看 这儿都挂在井料上 肉片 让它呢 除了好看 呈现出琉璃一段 好了 朋友们 看一看这个颜色啊 颜色非常好的 路口 刷嫩 鲜香 突出的海米那种色的香味 今天的海米六片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